头条我们一样 一起来关心目前正在处理的 台北市中山区大直民宅的倾斜事件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这个事件有扩大 除了撤离的民众变多之外 受影响的塌陷大楼 从6栋扩大到第7栋 记者黄品轩带我们到现场了解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台北市中山区大直房屋倾斜 甚至是塌陷 现场可以看到 相关的工作人员都还有机具 在抢修当中 那么目前受到影响的房屋 也来到了7栋 比起昨天晚上事发 当下到现在这事态 似乎有扩大的趋势 那么这整起案件 最为人诟病的就是 住户就反映了 其实在今年的2、3月 就已经发现房屋有问题 出现了军裂墙壁裂掉瓷砖 剥落甚至是天花板 还有漏水等等的情形 所以在今年4、5月的时候 就已经向台北市府来陈勤 不过当时得到的公文却是说 标的并没有安全一律 允许继续动钩 让住户痛批说 当时就应该发现会有问题 才不会导致现在房子 甚至是塌陷 那么近晚处处长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回应 说因为当时接到陈勤的地方 离施工的地方比较远 而且正式开挖之后也再没有受到陈勤 不过这个说法让住户还有议员都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目前住户最担心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无家可归 后续该如何补偿呢 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说了 后续会再协助住户来进行相关的求偿作业 不过最首要的地方就是要先关心说这些房子是不是还有安全疑虑 那么目前协助疏散跟安置的住户一共是有三百多人 受到影响的防护也来到了第七栋 后续事态会不会再继续扩大 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掌握 以上现场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换捧内